Hello 我是LukkeLukke 今次講講網球王子這道交換所會否換好 今次合作臨近尾星的網球王子 雖然有阿叔和阿鬼 就是兩個網球阿叔在助陣 但依然大部份都是王子來的 這合作是明天後天就完結了 6月5日就夜晚截止了 所以今次交換所入面 1 2 3 4 5 6 7 8位角色哪位要換呢? 又或者是哪位值得換呢? 今次是以彭榜來說一些交換優先度 首先交換優先度是沒有S級 即是個人來說是沒有必換角色 而角色又A加講起啦 首先第一位A加級交換優先度是 這位新角色入光就多 這個金法的眼鏡藍 選擇個人鍵用回本體或武裝儀 這把主要是加速用的 交換優先度A加級 交換條件是大眼花成5顆 再看啦 沒錯5顆大眼花的 7石機的交換鎖幾乎青色都是大眼花5顆 都是偏貴的 那交換考慮甚麼呢? 考慮這把是3回合的3T加速武裝 在HP兼風跳持有之下 是非常適合目前變身環境的 這把一定是用到的 即是換回來星源一定會用到的,不會用不到的 而個人評價本身隊員都不錯的性能方面 在加血之下適合目前的對血環境啦 而再者在武裝化用性極高之下 假如3T加速武裝不夠的朋友 Luckuckers既然交換的 假如3T加速武裝大量大把的話就不用交換了 本體來說個人認為目前使用情況有限 假如想玩所以目前的話都可以玩玩的 都可以換來玩玩 OK,第二位角色就是上面的阿鬼 新角色鬼十次郎,兩條先的網球王子 網球阿叔 用回本體個人認為 定位是火貫通隊,用回攻略用的 主要是破雙級用進化Skill3CD的破雙級 交換優先度A加級 條件都是一樣的 而交換考慮甚麼呢? 就是阿鬼是火隊必備隊員禁制 在目前幾個編成來說 例如火車編成 GS火箭編成 又或者是新的天蠍機 火星機編成 基本上全部都適用 即是目前主流火編成都適用 所以個人認為假如是MING火隊的話 都必須確保 畢竟這位阿鬼都算是火貫通的T1隊員 在這個3CD技之下都很瘋 並且火力夠高 六貫通之下不用說 火力夠高隊長也都可以用 沒天過合周回 而第三位無奈 A加是兩位 即入江兼阿鬼是建議換的 下面是A級角色 加不加換是建人建置 首先是新角色的杜邊 杜邊叔 用回本體武裝2都OK 定位是木火妖子 用回攻略用 功能就比較多 加換優先到A級 而考慮方面 首先是雙色激減隊長 在三思架算兼最大自大之下 編成兼使用難度都算低 即是二用兼二齊 連武裝都不錯 不過這把亡球有防磅3加血 都是穩陣的 所以個人認為這位阿叔是穩陣型大叔 卡得住的男人 隊長隊員兼武裝都是一箭 抽中的話個人鍵留下 就不要換走 至於換不換個人就未必會換 但抽中是開心 再來下面是龍馬 OK 月前龍馬 龍馬用回舊盡版本 這個版本當然地 定位3色 火水光3色 用回攻略向 主是隊長用的 加換優先度是A級 而加換考慮方面 是火光潛的編成隊長 在激減4斯加算兼4倍回之下 是彌補火前火光潛的弱點 所以個人認為是食住火光潛的氣流下 龍馬才有機會在目前的現環境隊長 暫時有一職之位 即是火潛在龍馬在火潛亡龍馬亡 OK 畢竟龍馬本身就是火潛用的 個人因為技能 5C貫通偏長一點 好 在下面是龍馬的學長 不移周座 用回攻略用的 定位木隊 用回進化前進化後都OK 個人見進化後 交換優先度A級 交換考慮方面是木貫通的隊員 目前來說木貫通在 GX木潛艇編成強度不錯之下 隊員方面是蠻合用的 所以個人看法是上映 GX木潛的主流下 進化前後都有上場機會 畢竟木貫通的隊員也不多 所以這位算是一個不錯的隊員選擇 但感覺上個人的我會比較快被人取締 OK 在下面就是沒有的 OK A級角色3位22 而在下面是B級角色 定位水龍隊 定位水龍隊 是用回攻略用的 但交換優先度是B級 雖然進化前 隊長方面性能不錯的 有半減 雙色半減 雙半減 加上激減 有加算 有追打 強度是不錯的 這方面 但進化之後 性能慢慢 武裝方面都說味道很厲害 其實 所以整體上 唯一性不太高 個人感覺上 會很快被淘汰 而幸穿方面 用回本體 定位光耀治 用回破搶級用 但可惜在不強化之下 幸穿城市竟然成為光車的歷史唯物 個人認為暫時沒有必要交換 而最後一位是白石狀之界 用回武裝2 個人認為這一把 都是沒什麼用的 其實是加速用22 我甚至可以說是當引發用都不會特別浪費 直接換走 不留都OK的 OK 那八位角色就說完了 都很快就說完了 畢竟呢 今次必換 你說一定要換的角色是沒有的 即S級角色是沒有的 應該S級優先度是沒有的 個案以為建議換的有阿鬼 有阿鬼 有阿鬼 有入鋼 假如Ming火的話 即是玩火隊 阿鬼是必換的 但假如Ming火 火偏城不太夠的話 可以不用換的 入鋼用回武裝 兼水木潛隊 假如武裝真的不太夠的話 即是加速武裝不夠 這一把是非常之不錯的 畢竟有SB 有加血加回 有防風條 兼3CD的3T加速 整個配置很不錯 但同類的3CD 3推武裝不斷增加之下 個人感覺上都會很快被淘汰 不知為何 畢竟在目前PND帶通了環境之下 角色的強度 個人很難有信心 可以保值很久 所以這次評價才不會特別高 免換完之後 下一版即是打臉 好 至於A級之下的角色 換不換好呢 基本上都不用換了 假如Ming火光潛的話 個人認為龍馬目前是必換 但可惜在目前PND官方 都是幾打火光潛的環境之下 個人認為短時間來說 這段時間火光潛的出場機會 不是特別高 所以龍馬不換都OK的 假如沒什麼信心 對PND 而不宜Ming木貫通隊 假如Ming木隊直接SKIP 亦到邊雖然本身不錯 但沒特地去換的理由 抽到是好的 抽不到就算了 剩下3個B級 景吾、幸川兼白石就不用換了 人花又多 就換回阿鬼 或者入光先 好 今次的交換盤榜 就到這裡 先說一下 PND是即將來臨的 6月16號是有生放送的 即是下下星期是多長 都要等多久 但九位的生放送 我想會有些新合作公開希望 希望有了 假如沒有的話 目前PND都幾... 即是營運來說 個人認為不特別理想 下期又是爛仔合作 我想大部份玩家都幾失望 又爛仔 所以6月16號的生放送 期待一下 到時應該會有6月新娘的event 最期待是新合作 希望會有 OK 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最影片的希望給你和訂閱我 我們下影片再見 拜拜